因为我就到楼上去影印了一些资料 我就发现五谷有好多的小孩 儿族有很多的小朋友 就发现五谷真的是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然后我就跟天父讲说 主啊我们也要像五谷礼拜堂一样 Amen 请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 让三重信心教会 能够在三重为主不断地发光 在三重这块地为主做光做眼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这个主题就是请听神的声音 那我们要一开始我们要先看一下 为什么要学习请听神的声音呢 那我们要来读生命纪五章这一段经文 那等一下你读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有两种人 第一组人就是摩西 摩西他是一个愿意听神声音的人 那另外一组人呢 就是以色列的百姓 还有他们的这些长老 他们就是拒绝听神声音的人 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 好 我们一起来 预备 来 那时火焰烧山 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 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敬我 说 看啊 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 人还存活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 凡数血气的 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 求你进前去 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 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 我们就听从遵袭 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都听见了 耶和华对我说 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是 我愿他们存这样的心 敬畏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好 再来 你要对他们说 你们回帐篷去吧 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 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 你要教训他们 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循 好 弟兄姐妹有发现吗 谁愿意听神的话 摩西 以色列的百姓愿意吗 不愿意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重责大任托给了摩西 所以我们看到五章二十七节 我们再看一次 你就看见 这个求你进前去 这个你就是摩西 以色列百姓就说 摩西你去吧 你去听耶和华的声音 那我们的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呢 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 我们就听从遵行 所以呢 变成什么 神说话谁听 摩西听 摩西在告诉谁 摩西在告诉谁 以色列的百姓 好 所以看到呢 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所听见呢 就是一切的诫命 律例跟典章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听到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律法 这些规定 好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你就会发现呢 能够去听神声音的 愿意去听神声音的 这个人叫摩西 所以摩西他就跟神 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因为只有谁到神的面前 摩西 只有摩西来到神的面前 听他的声音 所以摩西就跟神 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所以摩西也成为神的挚友 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拒绝听神的声音 所以他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也只能够守着 诫命 律例跟典章 弟兄姐妹你想要当哪一种人 想要当摩西 还是想要当以色列人 其实我们现在会讲说 我要当摩西 可能很多人刚才都说 你要当摩西 可是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遇到事情的时候 都会跟牧师啊 或是跟小组长说 你帮我去祷告看看问神 有没有 有一些人生了孩子说 牧师啊 你帮我祷告 看我的孩子要取什么名字 有吗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是做这种事情 我们常常把这个听神声音的事情呢 交给了这些传道同工 甚至是你的小组长 可是呢 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 真的一定要好好地来学习听神的声音 否则呢 你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跟神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有好多的律法 有好多的诫命 律例 典章 而且呢 这些呢 到最后就会压着你的肩头 有没有人信主以后觉得 哇 原来当基督徒也不容易耶 好像要来做礼拜 然后呢 又要守小组 甚至于还要参加祷告会 然后圣诞节又要出去报家音 有没有觉得12月好忙 好多的要求 好多的规定 因为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 你就会发现 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诫命 律例跟典章 但是这真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 神要我们跟祂建立亲密的关系 所以神渴望你来听祂的声音 其实我刚刚坐在下面的时候 我很喜欢第三首诗歌 叫《住在你的里面》 真的神渴望我们真的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 跟祂是这么样紧密的连结 神渴望跟我们连结 渴望跟我们说话的心智 绝对远远超过我们想要来学习的那个态度 因为阿爸天父太渴望 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话 也渴望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话 好 好不好请你先跟旁边讲说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来学习听神的声音 好 所以呢 为什么要听神的声音呢 就是要做神的挚友 好 这边有一段话说 学习倾听神声音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要真正地认识神 而且呢 上帝造我们最高的目的呢 是要跟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真的神渴望跟我们每一个人建立爱的关系 上帝祂不要只给你律例典章 就好像后来的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只能够守着律法 会不会很辛苦啊 会 你会发现生活一定很辛苦 很多的事情你做不到 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学习听神的声音 我们可以跟神建立那亲密美好爱的关系 你就会觉得跟随神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我们来看那到底我可不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到底我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吗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章三到四节 好 一起来 预备 来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把刚刚那个他都改成耶稣了 那这个羊是谁啊 来跟你旁边讲说 这个羊就是你啊 就是我啊 好 我们再念一次 把这个蓝色的羊通通改成你的名字 预备 来 平遥也听耶稣的声音 耶稣按着名叫自己的平遥 把平遥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平遥来 就在前头走 平遥也跟着耶稣 因为认得耶稣的声音 好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吗 可以的 太好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羊 所以呢 看到 羊也听耶稣的声音 所以只要你是上帝的羊 你一定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不要再怀疑 不要再说 我真的可以听见吗 可能别人可以听见 我不一定可以听见 不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是神的羊 一定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而且呢 下面这边讲到 羊也跟着耶稣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得耶稣的声音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认识耶稣的声音 我们一起来看 耶稣听他的声音 跟着耶稣走 好 OK 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声音 第一个呢 神的声音呢 一定是合乎真理的 就是呢 符合圣经的 所以如果你听到的声音 是不符合圣经的 是从神来的吗 不是 我要跟你们讲一个 真的 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读圣经 因为圣经是所有神的根基跟准则 如果今天我要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想要读圣经 你不喜欢读圣经 那我就会告诉你说 那请你先不要学习听神的声音 因为你有可能听错了声音 因为圣经是所有的准则 是听神声音的准则 我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听 就是呢 以前我听过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在教会 有一天呢 有一个弟兄呢 就跑来跟那个姐妹讲说 姐妹昨天上帝告诉我说 你现在的丈夫啊 不是你的丈夫 我才是你的丈夫 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吗 是神的声音吗 对 因为什么 根本不符合真理 根本不符合圣经 所以你们很聪明 你们都听得懂 这一个姐妹是大陆人 她真的她就没有办法分辨了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听神的声音之前 真的一定要好好地读圣经 来 跟你旁边讲说 我们要好好地读圣经 对 因为这是一切听神声音的准则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符合圣经 好 第二个 神的声音是充满爱的 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像磐石般的 是要使我们更好 而且是要来帮助你的 上帝的声音呢 是要充满爱的 而且是要来帮助你 不是要来摧毁你的 好 第三个 神的声音是更伟大的 令人惊讶的 更聪明的 高过于我们的智慧的 我常常觉得 上帝跟我们说话 有时候上帝很有创意的 上帝的话语很有创意 而且他会给我们一些idea的 我最近 我到三重开拓以后 我就一直 因为我自己是三重人 然后呢 我就 所以我小学在三重 我国中在三重 我到高中 我都是读三重的学校 所以我就找到了很多同学 我最近找到了六个小学同学 很小的 小学同学 然后呢 我还找到我们的老师 那前几天是我们老师的生日 然后呢 我就在祷告 因为我不晓得 要为我老师预备什么礼物 然后呢 上帝就跟我讲说 我们这个老师非常的好 那他就说呢 神就鼓励我说 你去为他唱歌 就唱歌给他听 就小学我们唱的歌 然后我们再回去陪老师唱这样 我就跟神讲说 神啊 我的吉他弹得很不好耶 这样子会不会很丢脸 上帝就说 去 去做 然后我就真的应了 其实我就是应了外婆的澎湖湾 然后呢 就跟老师唱 结果老师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很奇妙 我说真的如果从神来的是很有创意 很让你惊讶惊喜的 我的老师跟我们分享说 前一天晚上 他才跟一个教授 一个教授跟他分享 他说 老师呢 其实需要给很多 需要给学生呢 在音乐上面的这个学习 他说任何一样乐器 只要你教你的学生一样乐器 以后对他的一生都很受用 然后老师 我们的老师很卓越嘛 他就说 可是我在我以前带的学生 因为我老师不会乐器 他说他什么都没有教他 可是呢 我的老师就是放CD音乐 然后带着我们全班唱 然后他就问这个教授说 哎呀 我只有这样子做而已 他就语重心长地讲 结果呢 这个教授就说 哦 不会 不会 其实你这样子就很棒了 就是你带着你的学生一起唱歌 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童年 很健康的童年 结果他前天才听到这个教授讲 结果没想到隔天怎么样 我们就弹吉他 就跟他一起唱这个外婆蓬佛 他就非常的开心 感动到眼泪都快流下来 但是其实最开心的是我 我就觉得说 上帝呀 你好奇妙哦 你真的是给我很棒的创意 然后让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面 很温馨 然后很有神的爱 所以真的神 就是这么奇妙 当我们来听他的声音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 好 那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神的声音呢 也是拯救的 是积极地破碎 而不是魔鬼控诉性的定罪 注意 当我们在浅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因为在神的光中 你的确会发现 圣灵有时候会告诉你 祂会提醒你 有一些你需要改变的 要不要改 要 一定要改 但是呢 要去留意 到底是从圣灵来的 拯救你的话语 要积极破碎你的老我 你的生命的话语 还是从魔鬼来的控诉 大家听看一看 我举两个例子 你们听看一看就知道 好 第一个 如果你听到的声音是说 你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父亲 你看你的孩子 现在会变成这样 都是你造成的 我看你放弃吧 你的孩子不可能有未来的 而且这一切你都要负责 这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对 魔鬼的控诉 你们听看看 如果是圣灵来的声音 会跟他讲说 对 你真的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但是你愿意吗 今天你孩子生命会造成这样子 有你的一份 你愿意去道歉吗 你愿意去和好吗 只要你愿意 我就有帮助你 这什么声音 神的声音 很简单的判断 就是你听到魔鬼的声音 你会发现 你是无路可走的 你的路是 没有路可以走下去的 可是如果是从神来的声音 一定他会为你开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所以我们要去分辨 到底是神的声音 还是魔鬼的声音 就是你知道 这句话是拯救你的 还是要破坏你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些认识 对神声音的认识 好 第五个是平安的 我们要来读哥罗西书这段经文 预备 来 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昭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好 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守门源 当我们信主以后 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你听见一个声音的时候 当你听见一个声音的时候 平安是个守门源 你要决定这句话 你要让他进来 还是你要抵挡他 让他出去 好 不要来摧毁你的生命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从神来的话语 会是积极造就 会拯救你 会帮助你 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 会什么 会让你没有平安 会毁坏你 所以呢 当你发现这句话 让你很害怕 很恐惧 很没有平安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你要说 奉主的名 这句话离开我 明白吗 所以平安是一个守门源 是让你决定 你要不要让这句话进来 这句话真的是神的话 一定会给你平安 因为他会跟你里面的圣灵 一同印证这句话 阿妹吗 阿妹 所以平安是一个守门源 好 再来第六个 神他会用你的话语 用你的方式 用你常用的字眼 来跟你说话 我们都讲什么 国语 台语 对不对 如果今天神跟你讲话 跟你讲英文 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 对 所以呢 不要再怀疑 其实我在SCM上课的时候 最常有学生问我就是 老师 为什么 我就是没有办法分辨 到底这句话是我的声音 还是上帝的声音 因为跟我的声音好像 跟我的思想 跟我说话的方法好像 不要再怀疑 我们要存谦卑的心 其实常常都是神在跟我们说话 其实因为神要用 你听得懂的方法来告诉你 因为祂要你明白 祂要你能够理解 祂要对你说的话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的母亲呢 她跟我们一起到三重开拓以后 她就很认真 那她在家里开放她的家庭 然后有小组 她就带了我们这个左邻右舍的老年人 那其实我的母亲信主年日不长 所以其实对当小组长来讲 对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但是她就是很尽心竭力在服侍神 可是呢 因为邻居嘛 就是来来去去 有些人来了 后来有些人就走了 她有一天就跟上帝祷告 她说上帝啊 你都没有帮助我 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在三重传福音 我在家里开放小组 你怎么都没有帮助我 她就跟神讲了很多的话 就有点跟神哭诉这样子 后来呢 她又听见了神跟她说一句话 上帝就跟她讲说 你我父母啊 听得懂吗 有没有人听不懂的 你们都听得懂啊 我跟我们家小儿子讲 他听不懂台语 他说妈妈这是什么话 可是谁听得懂 阿嬷听得懂 所以你们就知道这是什么 这真的就是神要说给我妈妈听的话 因为绝对不会 绝对只有用这种方法跟我妈妈讲 她听得懂 可是跟其他人讲也可能听不懂 那我觉得我妈妈很可爱 她就问我说 这真的是神跟我讲的吗 我说妈对 因为也只有你听得懂 上帝也不会这样跟我讲 那其实这句话就是说 你冤枉我了 上帝说你冤枉我了 上帝一直在帮助我的母亲 所以神会用你的话语 用你说话的方式 用你习惯的字眼来跟你说话 所以不要再怀疑 开始谦卑地说 主啊 是的 我相信这应该是你跟我说的话 只要是美善的话 我们听见了就去行 可以吗 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点 他会告诉你心中所需要的 不一定是照着你心中所希望的说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来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因为他有很多的怀疑 很多的疑问想要问神 你可以心中有一些希望 但是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权限 把这个权柄全力放给神 你要相信 如果神没有回应你所希望的 你要相信神所对你说的话 一定都是你需要的 明白吗 一定都是你需要的 只要你听见神的声音 你要相信一定是你需要的 好 第八个 第八点就是很像朋友 他没有在对你说话 而且无话不说 他熟悉你的历史 我们的神是阿拉法 是欧美加 他是今在习在永在的神 所以他知道你的从前吗 知道你的过去 他也会知道你的未来 所以有时候神 他会跟你聊你的历史 那我让大家看一个例证 让大家看一个例证 这是我的例证 我有一天我就问主说 主啊我帮某某人赶鬼 赶了那么多次的鬼 我觉得重复发生的事情 让人很讨厌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 我帮一个人赶鬼 可是呢我发现呢 他每一次赶鬼 可是他的生命呢 没有改变 举个例子 他不愿意学老术 然后不愿意听劝 不愿意顺服 我就会觉得 那我为什么要一直帮他赶鬼 就会怎么样 我就开始不耐烦了 那我就去问上帝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人很讨厌 那上帝啊你怎么说 你们看看上帝怎么说 上帝就跟我说 孩子啊 我知道你很无力 也很挫折 一再的帮助 看不到果效事吗 神先安慰我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谈我的历史 他说记得你的人生使命宣言吗 不就是要把人从仇敌的手中 抢夺回来 使他们恢复天国王子 与公主的身份吗 孩子你会遇到这样的人 不是偶然的 是我放在你心中的托付 神有没有跟我谈历史 有 神很厉害 其实我是在跟他讲 我已经不想帮这个人赶鬼了 可是神告诉我 说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你不就是希望 每一个神的儿女 这个男的要像王子 女的要像公主 可是这些人呢 怎么样 可能常常觉得 自己就不是公主 跟不是王子 所以他们才需要赶鬼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在你身边出现 是偶然的吗 绝对不是 因为其实是你生命中 我生命中其实最大的托付就是 我想要帮助每一个人 都成为神的王子 跟神的公主 所以当神跟我讲了这句话以后呢 我就心服口服 我说主啊 对对对 因为这本来就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嘛 所以我就继续地帮助那一个人 那感谢主 他现在生命非常的美好 神帮助我 让我持续地去帮助他 好 那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声音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 那如何 请听神的声音 我们要从哈巴谷书 二章一到二节 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预备来 立在望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向他诉冤 获益回答所疑问的 他对我说 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获益谁跑谁读 好 我们看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是守望所 所以你要学习 请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有守望所 你的守望所 就是我们所说的内饰 你们有看过陈思国的书 叫做内饰祷告 那个内饰呢 其实就是一对一的 就是你要找到你的内饰 找到你的守望所 那我自己的守望所 比较多都是在我的房间 我就会把我的房间关起来 跟我们家的孩子讲说 不可以进来哦 这个时候是妈妈去听神的声音 去跟神祷告的时间 然后他们就不会进来 那就是我的内饰 那有一段时间呢 我的守望所是在我的阳台 就是在我的塞衣间 然后把自己关在外面 那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但是现在天气太冷 我就没有出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守望所 守望所可不可以在客厅啊 除非你全家人都出门了 否则客厅里有电视的声音 有人说话的声音 有电话的声音 是不可能让你安静的 所以就不要找客厅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这个地方是让你跟神独处 而且是可以很安静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守望所 好 第二个 我们看到的是观看 那观看它这边讲的就是看意象 就是看意象 当我要听神声音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意象求神来跟你说话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会再讲 好 再来 对我说什么话 所以当你到守望所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来跟求神来对你说话 那看 甚至于你可以有一些疑问 你可以问他 就像这边讲的 回答所疑问的 你可以来问神 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开始操练 请听神声音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些疑问可以来问神 但是你操练过一阵子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主动的来问神说 主啊 你今天有什么是你想要告诉我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就是等到你操练一段时间以后 你要开始把那个主权放出去说 主啊 今天有什么是你想要告诉我的 主啊 有什么是你要我去做的 是你要你的计划让我可以去参与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主权放到神的身上 否则如果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都是我的需要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 其实有时候只是在很浅的阶段 没有办法到很深入 所以我们在操练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跟神说 主啊 你今天早晨 有没有什么话语要对我说 好 那这个就是 你可以来问神的 好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写在板上 所以呢 我们在操练 请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一定要预备笔记本 那有些人喜欢用电脑 有些人喜欢用录音的 就是呢 把你听见神的声音 写下来 画下来 或是呢 用电脑把它key上去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像这边讲的 使读的人容易读 就是以后你方便读 而且呢 可以随跑随读 当我们在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的里面呢 我们很需要有神的话 对吗 所以不要你听过 今天听过 然后呢 你不记下来就忘记了 所以一定要让我们写下来 让我们以后呢 可以拿出来 可能你要修正你的跑道 让我们可以跟随神 所以我们把这四点综合一下呢 其实呢 就是这 请听神声音的四把钥匙 这是疾风细语作者写的 第一把钥匙就叫灵感 第二把钥匙叫安静 第三把钥匙叫异象 第四把叫日志 好不好 请你背一下 跟旁边的人互背一下 灵感 安静 异象 日志 好 这是四把钥匙 那你抓到这四把钥匙 你学习倾听神的声音就很简单 好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是灵感 什么是灵感 神的声音如及时的灵感 光照你的心 是圣灵与你的交通 是圣灵与你的结合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个字 大家就会更熟悉 这个字呢 希伯来文叫做 啪嘎 它就是一个偶遇 突然而来的启示 好像突然被击中的那个点燃点 意外碰到的 有没有人有一个经验 就是你今天在安静 或是你在祷告的时候 忽然间呢 你的脑海里 或是你的心里浮现某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可能很久都没跟你联络了 然后呢 你有个感动 好像是要为他祷告 还是你应该打个电话给他 有这样经验吗 有这样经验的请举手 让我看一下 很好 比昨天还多 那这个就是一个Paka 这就是一个Paka 就是圣灵同我们的灵交通的经验 那我再讲一个 大家就会更熟悉 就是我们常常在读Logos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读圣经 决战Logos的时候 你有发现吗 好像你某一天早晨 你读圣经的时候 发现今天读的圣经 有一句话好扎我的心 有吗 会觉得说 哇 原来今天读圣经 神的话语好有亮光 我记得那个王立民牧师 他常常用一个点 他常常在台上 他就表演说 今天早上上帝又叮我了 明白吗 这个叫做Paka 就是你会发现 好像你明明就是在读Logos 可是那句话就跳出来 而且那句话是 可能是非常安慰你的 或是可能是非常帮助你的 甚至于你读了以后 你眼泪就流下来 那就是一个灵感 就是一个圣灵 跟我们的灵交通的一个经历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都听过神的声音吗 有 来跟你旁边说 其实你都听过神的声音 只是你不知道 其实呢 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个呢 从读经的那个Logos呢 其实它就是从Logos 转换变成Rema Logos整本圣经呢 都叫Logos 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 我们之前五谷礼拜堂 是不是在决战Logos 还在决战吗 完了 我们教会还在决战 所以呢 当我们听见那个 当你看见了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跳出来 扎到你的心 那个就叫做Logos 变成Rema Rema就是神现在要对你说的话 就是神此时此刻 祂要对你说的话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听见了神的声音 好 那我们在灵感的这个部分 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我们需要学习 我们一起来看 很重要的态度就是 当你来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要打开灵觉的时候 重点是 你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呢 再来接收这个及时的灵感 所以你一定要放下 你自己的私欲 让圣灵来对你说话 明白吗 要把主权放给谁 主 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可以来呼求主的名 就说主啊 求你对我说话 我的心要转向你 今天那个 信儒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 耶稣的名是何等甘甜 你们有觉得很甘甜吗 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有一次在神的面前 我就是只有 我就只有说耶稣啊 耶稣 就觉得心里怎么样 好满足 就是你要不断地把你的心思意念 转向这位神 然后祂就会来向你说话 好 这是灵感的部分 好 第二个我们要看安静 我们要来读两段经文 好 预备来 你们要安静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片地上也被尊崇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 好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下面这一段经文 就是说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两段经文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 真的好匆忙 有发现吗 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催孩子起床啊 赶公车啊 赶上班啊 下班回来就是赶煮饭啊 赶吃饭啊 就是都是匆匆忙忙的 我发现台湾人很不懂得什么叫安静 但是呢 挺听神声有个很重要的钥匙 就叫安静 如果我们不懂得安静 我们很难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 成为一个什么 安静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听神的声音 今天我会带大家操练 那后面呢 我会让大家听 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音乐 有八分钟而已 其实你今天你只要坐在那里 等一下你就会发现 你是不是一个容易安静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 哇 这八分钟怎么 好像比一个月还长 那就是你就明白 其实你是一个不懂得安静的人 那如果你不懂得安静 很难安静 就很难听得见神的声音 所以一定要立定心志 要开始学习安静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那安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要来帮助大家 第一个当你安静的时候 当你在守望所 当你在你的内室安静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想起一些需要做的事情 好 你们听看看 很多的妈妈一定跟我一样 忽然间想起来 啊 电费忘了脚 那衣服还没晒 那冰箱那条鱼还没拿出来退冰 怎么办 离开房间 离开你的守望所 马上去坐吗 好 跟你旁边那些妈妈说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所以你进到你的内室的时候 一定要带纸跟笔 为什么 把这些要做的事情 通通写下来就好了 通通写在纸条上 等一下再去做 继续安静 就是继续安静 然后呢 继续来听神的声音 不要让这些很琐碎的事情 又影响了你 让你又没有办法听神的声音 好 那第二个呢 会发现呢 当你在安静的时候 会出现罪的问题 好 我刚刚讲过 其实当我们在安静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光中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看见 我们有很多什么 罪恶 圣灵一定会光照我们 在祂圣洁的光中 我们的黑暗都躲不住 所以圣灵有可能会提醒你说 昨天你真的不应该说那句话 哎呀 昨天你不应该 让那个人那么伤心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就是认罪悔改 或是有时候我知道 有些弟兄有可能 他可能安静 哎 怎么不小心就看到 一些不该看的画面 里面就出现一些不好的图像 怎么办 赶快认罪悔改 求耶稣的宝血接近我们 好 不要让任何的事情 影响了我这一颗 想要安静的心 可以吗 好 可以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 第三个 当你在安静的时候呢 可能你还是没有办法感觉 好像感觉不到 能够很深入到你的心灵的里面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先唱诗歌 好 你可以用唱诗歌 让你的心更多地转向主 好 转向耶稣 然后呢 你也可以听很多诗歌的音乐 好 诗歌的音乐 我今天会带大家听 那这个王夏三章十五节 就是讲伊丽莎 当她要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 她也是找人来为她弹奏 好 找人来为她私情 让音乐来帮助她能够进到心灵的深处 能够与神相交 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安静里面的一些方法 那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的第三把钥匙 叫意象 好 意象是祷告中与神的灵相交 寻求意象 我想要问一下 你很容易看见意象的举手 好 不多 很容易看见意象的人 是属于右脑比较发达的人 那这个疾风戏语作者说 左脑发达的人比较不容易看到意象 那没有关系 今天要帮助大家 让大家都可以经历意象 就是呢 你可以将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一幅与耶稣同在的圣经故事图像中 就是当你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幅圣经故事的图像中 所以你看我这边有写到范例 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二节 是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所以你在你里面就可以看到青草地的图像 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会不会可以看到可安歇的水边 可以 那这个就是呢 一幅与耶稣同在圣经的故事图像中 那这个图像呢 就是安全的 这个图像就是安全的 甚至于你可以看到 像路加福音这里 这个玛利亚也是坐在谁 坐在耶稣的脚前 可以坐在耶稣的脚前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 再更多地打开我们的心灵 来听见神的声音 但是呢 我要强调一个点 就是你只可以用圣经的图像 不要自己去幻想 跟自己的幻想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去幻想说 我现在跟耶稣在喝咖啡聊天 对不起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记载 也不要幻想说 现在很流行 风慢跑 那我跟耶稣去慢跑好了 也没有这样的图像 所以呢 你的意象呢 只能有什么 就是在圣经故事里的图像 那这些图像呢 就可以帮助你 可以启发你 让你更多地听见神的声音 那我要让大家看几张图片 是SCM学生他们画的图 就他们看见的图像跟意象 好 看来这个学生他画的就是 他看到的确就是一片青草地 有很多的什么 羊 你们看到那很多石头 那个是什么 祭坛 对对 那就是个祭坛 然后他说呢 他是趴下来与神交通 那这就是神给他的图像 这就是神给他的意象 那他就是那一个人 好 再来 这一个学生画的 他说 他就是他表达 他就是那个小女孩 在一大片的草原地上奔跑 然后呢 而且是很开心地在那里玩耍 好 那这个就是很像 十篇二十三篇的意象 OK 再看这一位学生 那他上面写的是描述 他看到这个意象的图案 他说 我的心充满了神十字架的救恩与亮光 所以他把他画出来 就是他的图像 然后中间这个是 他在这个图像里面 他听到神对他说 神对他说 从神领受的也要大大的给出去 所以他看见意象 同时深夜什么 对他说话 就是你从神那里领受的 要大大的给出去 那我让大家看这三张 他们画的图像呢 是要帮助大家 启发大家的意象的部分 好 有问题吗 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把钥匙叫日志 日志 那你们我们如果回家 今天大家周报里 只有一张白色的纸张 对不对 好 那你回到家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日志 好 每一个人要去买一本你的笔记本 好 我在我们教会呢 训练我们的姐妹 我们有的姐妹非常的认真哦 她有三本日志 一本放在厨房 一本放在客厅 一本放在卧室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本 她说呢 不管她在哪一个房间身对她说话 她都可以把它写下来 好 姐妹们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厨房的时间是很长的 可是会不会你在厨房的时候 神忽然间对你说话 好 是很有可能的 是很有可能 所以我就看见她那个渴望 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神就不断地向她启示 神也不断地向她说话 好 我们看一下日志 第一个 你在书写的时候 第一个要填写日期 好 你一定要写上几年几月几日 第二个 你要注明主说的 或是我问的 到底是你说的还是主说的 要写清楚 以便日后读的时候呢 不会混淆 第三个 你要注明你的回应 我们听见神的声音以后 我们要不要有一些回应啊 要 我要再很慎重地跟大家说 当我们要学习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一定要下定一个决定 就是我也要跟随神的话语 好 来 请你跟你旁边讲说 你听神的声音也要跟随神的声音 对 如果你只想听 你不想跟 我就会说 这样子你会让神很伤心 好 因为你把他的话怎么样 左耳进右耳出 好 所以为什么要写回应呢 就是呢 你听到这句神的声音以后 你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好 你一定要调整 一定要改变 甚至于你要悔改在神的面前 或是呢 你可能要去为某人或某事带导 那这个时候呢 都可以写在这个回应的里面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日志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几个注意事项 请听神的声音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 当我们开始操练的时候 务必一定要和你的小组长 或是你的牧者 定期的分享你的日志内容 好 我们刚开始操练的时候 需不需要有人帮你看一下 很需要 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一下 帮你看一下 你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 你听到这个声音 到底符不符合圣经 好 所以一定要请你的小组长 或牧者 定期的帮你看一下 OK 第二点 重大的事情呢 一定要与小组长或牧者一起寻求 什么叫重大的事呢 要结婚了 可不可以今天听见说 啊 上帝昨天告诉我说 隔壁的那个小花 就是我要结婚的对象 好吧 今天就去提亲 可以这样子吗 不行 这个叫重大的事情 重大的事情呢 你不可以只有自己去听神的声音 你一定要请你的小组长或牧者 一起来寻求 所以结婚 搬家 换工作 这些大事呢 一定要请你的牧者 一起来 一起来听神的声音 好 第三个 不寻求与你负责领域不相干的事情 就是别人家的事情 要不要去为他听神的声音 要不要 不要 你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21章 其实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人叫彼得 其实神就告诉他说 彼得 你未来可能会怎么样为主殉道 而且你是荣耀的为主殉道 可是呢 彼得听完以后呢 他就问上帝说 就问耶稣说 那那个约翰怎么样 那你们猜上帝怎么跟他说 耶稣怎么跟他说 耶稣就说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与你何干啊 所以不要去听别人家的事情 除非你是小组长 或是你是守望者 就是被你守望的人 或是你的主缘跟你讲说 小组长 请你为我一起寻求这件事情 他把这一个 这件事情交托给你寻求 就可以一起寻求 否则呢 不要去寻求 与你负责领域不相干的事情 好 第三点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点 检查你的凌晨日志 有没有符合圣经 有没有符合真理 所以你要常常拿起来看一下 而且呢 有没有让你变得越来越爱主 有没有让你的生命更完全 就是呢 就是你发现你学习倾听神的声音以后 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 有没有越来越结出圣灵的果子 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 脾气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不能忍耐 越来越不顺服 你就要留意了 你可能不是听见神的声音 因为如果你听见神的声音 一定会让你这个人越来越对位 就是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常常要回过头来检查一下 第五点 要学习用谦卑受教的心 凡事都需要查验 出错也是有可能的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出错 不太可能 所以真的出错还是有可能 但是不要因为呢 可能你今天你写了一段听神的声音 拿给你的小组长看 小组长说嗯这个不是 然后呢灰心沮丧 以后就不听了 要不要这样子 不要 千万不要这样 要继续操练 因为呢我们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 出错是有可能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很重要的 我们等一下也要一起来操练 请听神声音的步骤 我们看一下 第一点就是要预备指跟笔 那大家都有指跟笔吗 有没有没有笔的现在可以举手 好 我们 好 后面有人没有笔 没有笔的请举手 可能要举高一点 让招待同工可以看得见你们 好 前面还有 好 没有笔的麻烦你再举一次 好 往前 好 我们要看第二点 好 当你回家操练的时候 一定要这么做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预备指跟笔 第二个就是进到你的守望所 也就是你的内视 独处 好 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独处 可是刚好前面有很多空位 如果你觉得你后面坐太急 我会鼓励你往前坐 等一下你就往前坐 不要客气 好 那让你呢 在这个内视里面独处的时候呢 如果回家操练的时候 就让自己坐得很舒服 好 那有些人会用跪着 那我觉得也OK 但是要留意 如果你发现你是不擅长跪的人 就是你跪了以后 你会觉得你满脑子想到都是 我的脚好痛 我的脚好痛 那要不要跪 就不要跪 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听神的声音 那你就是坐着 坐着 然后呢 可以让你的头微微地上扬 就是你就是跟神说 主啊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你 等候你的声音 所以呢 就是让自己坐得很舒适 然后呢 来听神的声音 这个是可以的 那的确有一些人 我会建议他跪着 是因为他们可能坐着坐着 就睡着了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就付点代价 你就可以跪下来 但是呢 不建议 请不要走来走去 或站着 好 不要走来走去 可以吗 不要像马大一样 马大走来走去 这样子 你就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 那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 可以坐在耶稣的脚前 所以鼓励大家 尽可能是坐下来的 好 第三个 就是我们就开始与神连结 然后呢 可以透过 你在家里 有些人喜欢读圣经 你就可以大量的读经 那如果你是喜欢唱诗歌的 你就是唱诗歌 就是跟神连结 你觉得什么样的方法 让你最容易跟神连结 你就用你的方法 有的人用祷告 有的人可能会做 很深的认罪悔改 那我觉得认罪是很好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 所以我们常常坐下来 先认罪悔改 是很好的 然后呢 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可能可以尝试着跟上帝聊天 那其实这些方法呢 无非都是要与神连结 好 明白我的意思吗 都是要与神连结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方法 那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等一下只会用唱诗歌的方法 还有我会有一段时间 让你们去祷告 或是呢 你们就可以开口来认罪 我会引导大家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唱诗歌 好 那第四点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都做完与神的连结 这个部分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真的安静下来 倾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一些等候神的音乐 等候神的音乐 就是呢 没有歌词的 没有人声唱歌 只有音乐的 等一下你们就会听到 我的音乐就是钢琴曲 可能会有一些水流的声音 就是等候神的音乐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向着神敞开你的心说 主啊 求你现在向我说话 歧视我 帮助我 那有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听见神的声音 他们就会听见神 从神来的话语 那如果你后来发现 你还是很困难 那我们可以继续进到第五个步骤 就是看异象 好 我们刚刚有讲过 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可以一起来背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好 你可以停一下 好 再来 可爱些的水边 对 你就是重复 这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二节 然后求圣灵打开你 里面的那个圣经的图像 然后呢 在这个图像里面 可能神就会对你说话 大家听过有一首诗歌 叫神是爱吗 好 听过 神是爱的歌词里面 有一段歌其实说 空气中我能体会 恩典中我能体会 谁是我都能体会 好 其实你们等一下 如果去操练的时候 当你们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那种 寻求异象很困难的人 你就跟神讲说 主啊 求你把那个 诗篇二十三篇的异象给我 帮助我 好像让我在那个草地上 可以很真实的体会 好像空气中都能体会 甚至于你没有在那个草地上 看见耶稣 弟兄姐妹不要去看耶稣 因为我们没有人看见耶稣 所以你不要为自己 创造一个耶稣 其实我听到很多 操练的弟兄姐妹 他们看到比较多会看见 就是耶稣的外袍 不会有人 或是看见有一个背影 是牧羊帐 但是你不要刻意地去跟神说 主 我要看到你的脸 好吗 好 我觉得我们在刚开始操练的时候 你不要自己去为你自己 好像塑造一个偶像来看 不要这么做 那就是你可以去感受到 在那个草地上 甚至于在空气中 你就可以体会上帝的话语 在这个溪水边呢 你就可以领受神的话语 你就会听见 好像神是光 那个光 就透过神的光来启示你 神的光就向着你说话 那这就是等一下 大家可以慢慢地去操练 稍微体会一下 好 OK 第六点 那这个时候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寻求神给你的话语 好 寻求神给你的话语 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你一定要记录下来 神给你的话语 还有神给你的图像 好 神给你的图像 OK 那我们在操练之前 我要让大家看两个范例 那这两个范例都是我自己写的 请听神声音的范例 一个是我比较早期的时候 我早期的时候我的操练 就是我会跟神讲一句话 然后我看神怎么回应我一句话 然后我再问神一句话 神再回应我一句话 那等一下你们看是啪啪啪很快 可是其实这 我在操练的时候并不是这么快 是我很安静地到内室去 然后是花了一段时间 去听神对我说话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范例 好 你们看 我就问 所以我们做日子一定要这样写 我问 亲爱的耶稣啊 人那么坏 你为什么还那么爱他 那主就说 因为我总是看到好的那面 那我就问主说 我不明白 但你看不到坏的那面吗 主就说 你看是坏的 但我看却不是 OK 我又继续问神说 那你看是什么呢 神说 是一个未完工的艺术品 而且我知道它会越来越美 我就回应神 神说 主啊 我何时有你的眼光 主就对我说 当你不再定金在地面时 我就问说 那主你的意识 是我要有数天的宏观吗 神就说什么 是的 所以其实我常常觉得 我很喜欢去听神的声音 就是觉得我们真的常常是看地上的人 就是那个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都看到别人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 可是神呢 一把就把我拉到天上 祂说你要有什么 数天的宏观 真的当我们有数天的宏观 我们就会看别人 其实真的也不是那么样的不可爱 所以这就是神帮助我 那这次我早期的操练是这样子 后来我看了极风续雨的作者 他希望呢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神跟我们说话 所以呢我就开始操练 我可能只问了一件事情 然后呢就很安静地求神对我说话 那这是接下来我要让大家看的范例 好 我问 我很不喜欢负面思考及负面话语的人 我要如何与他们相处 好 我问一下 你们不喜欢负面思考 也不喜欢负面话语的人 请举手 哇 很多 好 请放下来 OK 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说好不好 可以吗 好 主就跟我说 孩子啊 你要持续去面对与你不同性格的人 我明白他们有时令你很难受 但我要你学习去看看他们常做的事 好 神特别要我去看他们做的事 也是你不会去做的事 因为你们眼光看的不同 所以其实他们是可以补足你的不足 补足你不足的部分 孩子 我在扩张你 包括你对人的接纳度 你要为这些与你很不同的人感恩 因为他们也反射了 你需要学习更多的忍耐与接纳 阿们 好 来 所以到最后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好 是我自己的问题 来 跟你旁边讲说 原来有问题的是我 刚刚有举手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你看 从圣灵来的提醒跟责备 有时候我都觉得说 圣灵啊 你真的骂得好啊 你说的是啊 我真的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真的很多需要改变的是我 其实是神在扩张我的生命 而且祂要我学习更多的忍耐跟接纳 那大家看一下我的回应 我们刚刚讲说要回应对不对 那我回应说 主啊 感谢你 我还是需要好好地学习谦卑 忍耐与温柔 给人更多成长的时间 不让自己的坏脾气 影响了我与神与人的关系 那这就是我整个操练 就是从我问到主回答我 然后呢 我自己给神的一个回应 那我希望这些范例可以帮助大家 回家一定要好好地来操练 那给大家一个功课 就是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回家 一定要操练15分钟 可以吗 至少给神15分钟 来跟你旁边讲说 一定要安静等候神 听神声音15分钟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唱诗歌 好 我们要来预备心 好 在乐团预备之前呢 我要问一下 有没有今天 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受洗的 可以举手吗 你还没有受洗的 不管你是不是新朋友 还没有受洗的 OK 好 因为我们刚刚说 谁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耶稣的什么 耶稣的羊 但是如果你不是耶稣的羊 你可能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好不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现在要带你做觉知的祷告 我会邀请你接受耶稣 好 真的学习 请听神的声音 是神给我们个最美好的礼物 好 不要再去听 这些新闻的声音 不要再去听 这个世界上 是是而非的声音 我们要来听神的声音 我们要跟随在 祂的真理里 跟随在这个真光的里面 你的未来才有出路 好不好 我们弟兄姐妹们 不管你有没有受洗 这个时候我们都一同来 陪同他们 只要是你愿意的 弟兄姐妹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 我们一起来带他们 做觉知祷告 好 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 我一起来陪同你 做觉知祷告 我祷告一句 大家跟我一同祷告一句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邀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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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你的声音 来听你的声音 主耶稣谢谢你 祢是何等的爱我们 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深深的悔改 我认罪在你的面前 不管是我知道的罪 我不知道的罪 求你都赦免我 你的宝血 遮盖洁净我 谢谢耶稣 主耶稣 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 进到我的里面来 我要跟随你 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 我要跟随你的真理 也要跟随你的话语 耶稣谢谢你 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 是一条恩典的道路 在现在 就在我里面启动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求神真的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让我们等一下能够听见他的声音 开我眼 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 可以看见你的荣光 与我处面对面 开我耳朵 得以听见你的声音 使我灵悲更新 我掌口 向你祷告苦求 请神经历你的真实 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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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想提升我 由你大能来出国 我们再重头来 开我眼 开我眼 是的 得以看见你的荣光 与我处面对面 开我耳 得以听见你的声音 使我灵悲更新 我掌口 向你祷告苦求 请神经历你的真实 你同在 你的心想提升我 用你大能来出国 你的心想提升我 你是有真有火的救助 期待尽在 以后永在 尽为相复于你的全能 是的 祝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跟主说我要亲眼见你 好嘞嘞啊 亲眼见你 不知是风魂有你 就照明我心中眼睛 知道这恩兆 有何等之往 好吧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说 我要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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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风魂有你 甚至你同在 永不离 爱我 充满星星山前 我们再唱一次 不高 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 好嘞嘞啊 好嘞嘞啊 不知是风魂有你 求照明我心中眼睛 知道这恩兆 有何等之往 亲眼见你 不知是风魂有你 不知是风魂有你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 离开我 充满星星向前 好吧 我们请音乐团继续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你就开口 跟神祷告说 主啊 我今天要亲眼遇见你 求你打开我 鼠林的眼睛跟耳朵 让我等一下可以遇见你自己 求你向我们说话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认罪悔改 这个时候你也为你自己来祷告 祝你自己去祝多 让我来祝多 祝你自己去祝多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真的向你感谢 主啊我们真的向你赞美 主啊真的你真的在呼召一群 愿意听你声音的百姓 一群愿意跟随你话语的百姓 主啊求你今天此时此刻 就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跟耳朵 主啊好叫我们等一下在操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听见你的爱的语言 主啊能够听见从你而来 主啊许多安慰造就要劝勉我们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谢 主啊我们知道主啊因为你说我们若亲近你 你就必亲近我们 主啊求你继续的把那颗渴望听见你声音 愿意亲近你的心更多的摆在我们的里面 好叫我们等一下每一个人都真实的经历到 因为你说主啊真的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 你就必亲近我们 主这是你的话语 主你的话语也告诉我们 主啊我们是属你的羊 主我们必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主我们也认得你的声音 而且要跟随你的声音 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主耶稣谢谢你 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主圣灵主你自己继续来带领我们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好请安静的坐下来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同听神的声音 好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 好 OK 好我们的头可以微微的向上扬 对 你要坐得很舒适 跟神说主我在这里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你 主我的心等候你 我 Kat السp 我也很 existe з 这个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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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